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台非常精彩的在中国新年来到之际的一场音乐会 中国的四大名著与中华文化之夜 刚才我们请吴老师帮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演出的曲目 其实在最后吴老师也特别提到了一点 虽然他们是非常专业的演出 他们的演出水准是可以和任何一家专业艺术团可以相避美 但是所有的演员其实基本上都是业余的 而且大家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参加的演出 参加的排练 参加大家一起的合练 而且他们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还是想请吴老师也给我们这些演员们 特别也是明星们 应该给他们一些掌声 或者说应该给他们一些鼓励 当然 因为做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大家有着一个共同的情怀 才能朝着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去走 那洛杉矶当地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也原来都是专业的艺术团体 我们院团的二胡的首席梁云和老师 那他一直是默默地在支持着我们 他的演出真是让人听得都很精彩啊 很压得住的 那我们的二胡野奏家 我们的那个向清老师 对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独奏的二胡野奏家 那我们的琵琶 马明耶老师 他也是非常资深的琵琶野奏家 所以他们一直带领着我们团里 很多的青年的演员们一起在 把这个乐团越来越扎实 我们的艺术也是在精益求精的 因为要老的去带新的 这是一个融合 我们乐团一种凝聚力 大家还会进进出出来来往往 对 有走的 有来的 对 有走的 有来了 那一定要一些核心的人物压得住的 我们才可以走得更好 那当然了 我们跟我们自己的领头人 我们梅拉诺公司的总裁李莹先生 他是一个低音提琴野奏家 跟他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明确是奋不开的 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个核心人物 其实说到这一点 其实我想跟您多请教两句 因为其实在洛杉矶 这个组织各种文艺团体的人不少 在我来洛杉矶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94年到洛杉矶来 到美国来 应该说也听到洛杉矶很多团体 分分合合的 可是像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 能够持续而且有一个品牌 而且能有时不时就给大家带来一台 非常精彩的节目 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不像有的时候 我们为了纪念抗战70周年 大家临时凑一台节目 这个大家还好办 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团体能够生存下来 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 大家其实也是在关注的 因为我们这样一个行为 也感动了周围很多的好朋友 那我们这次的演出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音乐部分 那像是影视歌三期明星 洛杉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伊黄 对 他非常主动 也是非常乐意的来加入 我们这一次的表演的团队 给大家带来《西游记》里面的 女儿国的那个女儿情 那到时候呢 他就为女儿国国的打扮 那段很有问题的歌曲 回来那还有那个 就是陈鸿老师的编舞的一个舞团 也会呈现那些把女儿国的柔情都带出来 那还有《天主少女》这首歌曲 也是非常流行 那有一个曲里密集团的孙小蕾 非常年轻的一个歌唱演员 跟舞蹈演员 他会把这首歌呈现给大家 那当然除了这些四大名著里面的 歌曲 我们还会有一些喜庆的场面 那我们会请那个压力舞蹈舞蹈 来把那个翘花蛋 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那还有那个李莉来唱好日子 那那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嘛 在春节唱好日子 再恰当不过 是 有好日子会来 那还有那个十大金曲宝的歌手杨子平 会被大家带来 天时地利人和这首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水浒里面的一个一首主题曲 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次的 那这里我还是要重点讲一下 我们也从中国请来了 年轻的乐剧演员叫张春娜 对 那它是应该算是我们徐玉来老师 中标艺术家徐玉来老师的再传弟子 是那个许牌小城郑国锋的学生了 那他跟我算是两倍了 差两倍了 对 两倍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一些传承的工作嘛 那中国来的年轻的乐剧演员 登上了我们这边的春外舞台 和我一起就要为大家介绍 天上掉下个灵妹妹 这是太美丽一首这个乐剧的主题曲了 应该这么说 其实听着就觉得这个演出的阵容非常的庞大 而且演出的这些专业人士非常的有水准 另外呢 当然了 我相信我们的组织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 非常辛苦 其实我们台前幕后 中国人讲说演员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其实同样作为组织工作 虽然是两个小时的演出 组织工作恐怕要几个月以前 就要下话很大的功夫 对 差不多在四个月之前 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主题 要把四大名著搬上我们的春晚 那我刚刚也讲过 你在做事情是会感动和感染周围的人的 那在纽约我们也会有一位 非常有名的明月野奏家叫曹宝安老师 他也是多年在海外做着 传播中华文化中华音乐的这样的一位 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明月野奏家 也会特地改来支持我们 那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跟英龙传媒是共同主办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得到了 其他一些团体的支持 下次SBS传奇文化公司 他们一直在做一个 夏云莎的飞翼文化的一个宣传 包括我自己现在身上穿的 就是夏云莎 那我想怎么样把这个 结合在我们的舞台上 也是动了一下脑筋 其实当时《红龙梦》里面 王熙凤出场的时候 他穿的其实就是夏云莎 他一条小红就是夏云莎 因此我们就编排了一个 叫《红龙》的那个十二金猜 所以把人物都来穿上夏云莎 这也是我们梅拉诺文化 也一公司一直在做的一个 推广中华文化 飞翼文化 也是在这一次的主题里面 可以呈现出来 那另外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这一次的指挥 那汪大卫老师 是我们的常人指挥 一直在支持着我们这个乐团 那还有一个青年的指挥 叫文田熙他也是这次会来指挥 集筹曲子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次也是 我们美中华人乐家协会的荣誉主席 那也是美国传媒集团的总裁 就是陶青学生 他也曾经是一个 笛子的专业的一个笛子野作家 那他这一次呢 他觉得我们这个乐团感染到了他 他说我要加入到你们的队伍来 跟你们一起 所以他就会最后客串来指挥 那个拉德斯基进行起 那另外还有其他很多的社团的支持 像是那个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还有加州工商企业妇女管理协会 这些的共同的携败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查商的支持 因为他们觉得出点力吧 出点钱吧 支持我们的中华文化 在美国这地方 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 虽然大家有心 但是还得有力 应该这么讲 就像刚才西日沃尔讲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他们的演出感动了人 不仅仅是他们的节目精彩 而是他们的心真诚 他们是在传播中华的文化 他们是在娱乐我们在海外的这些朋友们 而且他们的娱乐 他们是正面的 而且他们的娱乐 而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 不仅感受到艺术的这种感染力 同时也让大家回去了 也还会回味无穷 因为他们选择的曲目 节目都会让大家记忆深刻 所以再次呼吁大家 1月17号与我们在Sendimas的剧院 共相盛取 应该这么讲 听着听着 我都觉得有点迫不及待的感觉 确实 我相信作为一个组织者 策划者 来策划这一台节目 这心血可想而知 因为我也参加过一些所谓的演出 虽然只是在里面混个人头而已 但是看到大家这个忙碌 一个场走下来不出问题 灯光不出问题 乐团不出问题 演唱的演唱者不出问题 哪怕合唱人不出个怪调 那又真的是阿弥陀佛了 所以我说你要做到这么细致入微 不是这很容易的事情 的确苦累 但是也是快乐的 因为方方面面都是要自己轻易轻微去做 在海外做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容易 不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团体 每个部门有一个专职的人在做一些事情 可以分配到各个地方去 我自己从包括我们的节目单的编排 然后还有主持搞得串联 然后背景音频怎么样去跟大家的沟通 这些其实我自己是演员出身 我也不是专业的导演出身 那在这边我觉得这也是对我自己一种锻炼 也是一种成长 一边学习一边摸索 对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挑战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做一件事情 每做一件事情 怎么样去探索 怎么样去摸索 怎么样让自己做得更好 做得更完善 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的 我想我们的团队都是会支持 他们会包容的 一个团体就是希望大家 一个是凝聚的 一个是有一个包容的心 那会走得更好 而且不光是要包容 而且大家每一次我们都会感觉到 这个梅拉诺唯一演出 文化演出演艺公司的 他们的演出每一年 都不仅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东西 同时他们的艺术水平 也随着一次次的演出 艺术水平都在提高 因为毕竟 其实洛杉矶的观众的 欣赏水平是不低的 所以大家 甚至有一点点苛刻 有时候你会听到 演出完了 大家都会说 他那段 那个变调不对 这耳朵能听到这个 说明这人也够专业的 就说明我们的观众 也是非常的有 欣赏水平的 所以 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 能这么多年来 能在我们南加州 这么一个华人 非常聚集 而且文艺欣赏水平 很高的地方 能够坚持下来 说实话 这本身 这是一件 他们可以付出 可以想象 付出了非常多的 辛劳和努力 再次呼吁大家 1月17号 与我们一起共相圣九 时间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